无人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方发生爆炸 俄罗斯指控这是乌克兰冲着普丁来的暗杀行动 两架无人机攻击间隔16分钟都遭到防空系统击落 当时普丁人不在客攻 但事发后能从原顶上看到焦黑的痕迹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继宣布 即日起禁止无人机在市区飞行 乌克兰强烈否认策动攻击 外媒也认为俄方说法疑点重重 包含俄罗斯官媒在事发12小时后才发布消息 在这之前社群媒体上也没有流出任何目击影片 外媒更发现就在无人机爆炸前 客攻原顶上方疑似有两个人正在往上爬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维杰夫放话要消灭泽伦斯基作为报复 乌克兰连投降书都不用签了 流亡海外的俄国前议员透露 发动攻击的其实是大多由年轻人组成的俄罗斯游击队 不是乌军 另一头俄罗斯边境的大型游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地点就在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附近 俄罗斯宣布在克里米亚逮捕7名乌克兰间谍 乌军则反控俄方出动26架伊朗制无人机 空袭击辅和乌冬等地区 有21架被乌军击落 不过地灭波罗一栋行政大楼遭无人机命中导致起火 接着我们的报道